如何使用Google翻譯? 第一步,將Google翻譯應用程式下載到iPhone或Android 下載應用程式,在iPhone手機上按App Store或Android手機上按Play Store 在搜索欄中,箭頭指向的地方輸入Google Translate或向下滾動並尋找到Google Translate的應用程式 請按Get或Install以安裝應用程式 第二步,設置Google翻譯 首次使用Google翻譯時,系統會要求你選擇主要語言或最常用的翻譯語言 如有需要,你之後可以隨時更改這設定 第三步,Google翻譯的基本功能 在1的部分中,選擇要翻譯成的兩種語言,例如英文譯成中文或中文譯成英文 在2的部分中,輸入要翻譯的文字 翻譯的文字或短句,將顯示在3的部分中 請按4部分中的揚聲器圖標,以收聽以翻譯好的材料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請按Camera相機的圖標進行翻譯 Scan、掃描 建議用於紙張類的文件 請按Scan的圖標 將相機對準文件 請按圓形按鈕進行掃描 螢幕將突出顯示文件上的所有單詞 請按Select all 請按頂部翻譯語言旁邊的箭嘴圖標以取得完整的翻譯 如有需要,請按揚聲器的圖標以發聲浪讀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Instant即時,僅建議用於單字或簡短的句子 請按Instant的圖標 將相機對準要翻譯的文件 螢幕應該會開始翻譯 如果你需要多些時間閱讀譯文 請按Pause Translation以暫停 準備好繼續試 請按Continue Translation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Inport輸入 推薦用於手機上的文檔或照片 請按Import的圖標 從文件夾中選擇文檔 信中的所有單詞都應得出顯示 請按Select all 請按頂部翻譯語言旁邊的箭嘴圖標以取得完整的翻譯 如有需要,請按揚聲器的圖標以發聲浪讀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Handwriting 手寫 另一種翻譯的方式 請按Handwriting 圖標 在Right here 框中手寫輸入你的單詞或短句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Conversation 對話 建議在語說其他語言的人對話時使用 請按Conversation 的圖標 請按你要說的語言下方的咪黑封圖標 對著咪黑封說話 停止後應用程式會大聲浪讀翻譯過的文字 請按揚聲器圖標以重複多短句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其他Google翻譯功能 Voice 語聲 另一種翻譯的方式 請按Voice 的圖標 對著咪黑封說話 停止後 該應用程式會把短句翻譯 句子是不會自動浪讀出來 請按揚聲器的圖標以收聽該短句 請按揚聲器 按揚聲器 請按揚聲器 按揚聲器 其他的標準